這種跑出來才找醫生 都泰完 一定要做好 根據你的肝是哪一種肝 來做定期檢查 所以我們平常 還有一些常常在房間會聽到的 像是什麼皮膚泛黃 眼球看起來眼白的地方也泛黃 那是不是也都已經是來不及 眼白就是我們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會幫你放眼睛 看兩個 一個是看你有沒有貧血 第二個看你眼白也沒有花黃 我們花黃表示血液裡面的膽紅素升高 膽紅素升高可能表示你的肝有問題 或者是你的膽管有阻塞 或者是表示你可能有溶血現象 大部分都是肝的問題 或者膽管阻塞的問題比較多 所以假如有防膽一定要趕快就醫 大部分都是有很厲害的原因在裡面 所以我們說不能等自己有症狀 或者是眼睛看起來黃 肚子大起來再找醫生 大部分都太遲了 對 一個肝有兩種 一個是傳統醫學 一個中醫的肝 一個是現代醫學的肝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肝 中西醫各自表述 這個也可以各自表述 對 就是另外一種九二公式 另類的九二公式 那接下來我想觀眾朋友會很好奇 那我們平常要怎麼樣來日防 要怎麼樣來飽乾呢 其實我們就看到這個電視上 或者是我們平常看到很多的廣告 就是告訴大家說可能要吃什麼吃什麼 就可以飽乾 是真的有這樣的效果嗎 還是反而可能就是吃到一些 不太適當的東西 可能對身體造成負擔 是 這個講到這裡就 我們先要理清一個關聯 事實上我們一般人 得到的肝的關聯 是傳統醫學的肝 比如說我們打開電視 放開報紙 這個藥品賣最多的 最常廣告就是關於飽乾的藥 但是那個飽的肝 不是我們現代醫學 位於肝臟肋骨 右邊肋骨後面這個肝 是飽的肝 是我們傳統醫學的肝 就是我們中醫的肝 比如說我們肝火旺的肝就對了 肝火旺 肝火旺的肝 所以我們說 我們裹檢就很怕肝不好 因為身邊有太多親朋好友肝病往生 所以都怕自己肝不好 所以都問醫生 我要保肝 保什麼肝 吃什麼保肝完 就是拼命買那個廣告裡面的 或者是電台裡面賣的保肝完 事實上這些藥丸 廣告裡面賣的保肝 剛剛講 大部分都是傳統醫學的肝 中醫的肝 中醫的肝 不是西醫的肝 那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中醫的肝跟西醫的肝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代醫學眼光來看 傳統醫學的肝 比如說肝火旺 是自律神經失調 自律神經失調 對 那我們現在的肝病 我們爆心肝癌 肝癌化肝癌 在我們古代醫學裡面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電視裡面賣的保肝品 大部分保肝的肝 都是我們傳統醫學的肝 不是我們現代醫學的肝 所以我們要釐清那個觀念就是說 事實上一個肝有兩種 一個是傳統醫學 一個中醫的肝 一個是中醫的肝 一個是現代醫學的肝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肝 中西醫各自表述 這個也可以各自表述 對 就是另外一種九二公式 另類的九二公式 就是同樣一個肝 可是中醫的觀點跟西醫的觀點 但是因為我們小學教科書 中學教科書沒有教 所以我們一般年出了社會 接觸到的保肝知識 就是這些廣告 所以很多網路上的也是一樣 都是很多以而傳而的保肝觀念 所以我們為什麼 成立基金會有一個主要原因 就希望把正確的保肝知識 透過各種管道 讓我們台灣 每一個人都有正確的保肝知識 讓我們台灣的肝病 可以及早消滅 接下來就要請問許教授了 如果我們要保護的是西醫的肝 我們平常可以做些什麼事呢 保肝的第一步驟就是不要傷肝 不要傷肝 可以傷心 但是不要傷肝 那怎麼樣會傷肝 傷肝就是不要酗酒 不要酗酒 那麼飲食 對 不要吃大魚大肉 那酗酒是指不要喝太多喝到醉 因為我們這個酒喝下去 要經過肝臟解毒 對… 那麼這一瓶台灣啤酒300CC喝下去 我們肝臟要3小時才能解毒完畢 你說300CC啤酒 啤酒 啤酒要3個小時才能夠解毒 就1瓶3小時 2瓶6小時 3瓶要9小時 把它解毒的意思就是說 酒精的成分已存 變成二氧化碳跟水從腎臟排出去 變成黑松氣水從腎臟排出去 這樣都要3小時 那麼你假如喝得越多 酒精的濃度越高 這肝臟越辛苦的工作 然後假如喝得太多 如果喝烈酒那種很高的 烈酒濃度更高 那麼肝臟越辛苦 超過肝臟能夠處理的範圍 肝臟就自我了斷 怎麼自我了斷 就是肝細胞壞死 肝細胞壞死 肝脂死就高起來 變酒精性肝臉 久了以後變酒精性肝臉化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平均育病比我們貧帝人少10歲 大概就是喝酒引起的交通事故 或喝酒引起的肝臉化 在國外也是一樣 葡萄酒出漲越多的國家 他們的酒精性肝臉化越多 真的嗎 可是像我們可能很多那個 印象會覺得說 喝葡萄酒喝個紅酒白酒 好像也是滿時尚的一種品味等等的 那是適量少量 我們肝臟可以把它清除 超出我們肝臟能夠處理的範圍 後來肝臟就會壞死 那許教授如果喝一小瓶紅酒呢 就是如果是一小杯 一小杯這樣還可以嗎 一小杯 正常人 假如你肝臟沒有硬化 沒有鹹味化 那當然是一小杯 你的肝臟可以處理 但是你的肝臟假如已經有硬化了 已經鹹味化了 那就盡量不要碰 不要碰酒了 對 所以連肝鹽的代源者也是 最好不要碰酒 肝鹽代源者當然只要肝臟很正常 我淺嘗一下 那是還可以 還可以 那是就是說你這個酒喝下去 它不是銀良品 到喝下去到後來肝臟把它解毒 解毒後來變成黑松汽水 二氧挖到跟水 從聖上排出去 就這樣 對 那接下來就是剛剛教授提到 第二點是不要大魚大肉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大概五個人 就有一個有脂肪肝 脂肪肝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你的 好像我們的肝變成這個 鵝肝醬一樣 就是我們以前 當然現在因為這個環保觀念的提倡 其實我們已經很多人都不吃鵝肝醬 但是那個鵝肝醬就是把鵝 就是強迫灌食 然後把鵝養得肥肥的再取它的肝 那肥肥的 那麼它營養過度 過多的營養都存在鵝肝裡面 所以鵝肝本來小小的 它因為營養過度 後來腫大變一二十倍大 所以我們把這個鵝肝切下來醃製 就是可口美味的鵝肝醬 對 但是其實就是現在很多動保團體 提倡不要去再使用 就是因為這個過程很殘忍 沒想到用在人體的身上也是一樣的道理 事實上我們人類的脂肪肝 就是鵝肝醬的翻版 所以我們假如吃太多 營養過剩 或者是沒有運動 熱量食品又吃太多 大魚刀又吃太多 多餘的脂肪都存在肝臟裡面 那麼肝臟就像鵝肝醬一樣 就是假如切一口 切小片去吃起來就是可口 因為裡面有多餘的脂肪 但是鵝肝醬 叫脂肪肝也是健康的一個警訊 因為你多餘的脂肪會存在肝臟 也會存在心臟血管 存在腦血管 所以有一天你的心臟血管就會堵住 你腦血管就會堵住 引起心臟病 腦中風 所以這個脂肪肝 假如是肥胖引起的 是膽固醇高病引起的 那就要小心 是健康一個警訊 但是脂肪肝本身會不會影響肝功能 脂肪肝也會肝功能 也會不好 熱愛的脂肪肝 假如肥胖引起的 也會肝硬化 所以這個本身不只是說它是一個警訊 提醒你說你的膽固醇 或者是你的心血管也要注意 是它本身對肝的功能 也是有傷害 就會有傷害 所以同樣的 比如說我們要捐肝給我們的親友 假如我們有脂肪肝 那這個就不能捐給對方 因為同樣單位的肝臟 假如你有脂肪肝 它的肝功能比較不好 了解 了解 除了OK 第一個不要酗酒 不要大魚大肉 還有不要做什麼 就是腌制的 加工處理的 盡量不要吃 腌制跟加工食品 所以飲食盡量新鮮自然 有加工處理的 腌制的尤其有發霉的 假如你有米形肝 你又吃這些東西 更容易發生肝癌 發霉的像是怎麼樣的 防疫毒素的污染 那個可能就是對身體 就是真的對肝又造成很大的傷害 腌制的 加工處理的 都會增加肝臟的負擔 因為吃下去又要處理 對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知道自己是什麼肝 是好心肝還是壞心肝 比如說我們去檢查 有沒有米形肝癌帶緣 有沒有西形肝癌感染 這很重要 假如我們有米形肝癌帶緣 有西形肝癌 那麼就要類管 這個每三個月到六個月 要去找肝癌腸胃科醫師追蹤 必要的時候 用抗病毒藥物治療 因為有米肝 西肝 有米肝將來發生肝癌機率 比一般人大一百倍 所以很多民眾 我們很多朋友 他不曉得 以為身體好好的 等到有一天不好的時候 才發現肝癌很大 那麼原來他是個米肝代緣者 只是沒有感覺沒有去檢查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們米形肝的朋友 應該像建理所的管理車子一樣 管理車子一樣 每三個月 每半年就要 去做完整的體檢一次 每半年就要去檢查一次 也做完整的檢查 米形肝的檢查 還有GOT、GPT 還有蛋白超音波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沒有強制 我們要看病 就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很多朋友 就偷偷偷以為沒有問題 等到有問題來不及 ICRT的民主持人大偉王 39歲的肝癌過世 安君山也是個例子 那麼他32歲 肝癌就往生了 一般年輕人的觀念 我很年輕一定肝沒有問題 那許教授 您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故事 或者是您真的覺得比較可惜的 就是您自己抑制過的病人 真的就是可能也是因為這個肝病 比較疏於防治到最後 就是很可惜沒有救回來 比如說以前ICRT的民主持人大偉王 39歲的肝癌過世 實際上很可惜 因為他有鼻肝帶緣 那麼可是大概十幾年前 因為他幫我們進行被帶緣 所以我們幫他做完整的檢查 他那時候也是完全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那GOT正常CPT正常 超音波也正常 只是有帶緣 但是後來就幾年中間就沒有再聯絡 因為他很忙 那每天主持節目很受歡迎 但是到後來幾年之後 出來有一天頻尿去檢查 那怎麼太陽的蛋白質是高起來 才跑回來找我做超音波 結果一座肝臟有一顆十幾公分的肝癌 已經這麼嚴重 才幾年耶 對 那因為他還是沒有症狀 症狀就是一直小便頻尿 頻尿跟肝臟症狀沒有關係的 肝臟還是沒有症狀 我們說肝臟只要有四分之一 還在就可以感覺很舒服 那麼他們後來就 我們把右邊的肝臟切掉 想不到切掉一年之後 後來就肝臟跑到肺部去 後來一年都跑到腦部去 後來往生了 很可惜 所以假如說我們的每一個人 都有正確的B型肝臟 C型肝臟要怎麼做 就不會說十幾公分才發現 那就不會說肝臟那麼大 就開完到轉移 因為癌細胞發現越晚 越容易轉移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那就變成這個是39歲就往生 所以就非常可惜 國家的棟梁 社會中間 共識英才 對 那另外就是像媒體上 之前也是覺得很惋惜的 就像是安君才 是 安君才也是個例子 那麼她32歲 肝臟就往生了 那麼為什麼32歲就肝臟 一般人都想我也年輕 一般年輕人的觀念 說我很年輕一定肝沒有問題 所以不會疏於檢查 事實上她是B肝代理 我們很可惜就是說 因為她32歲 她假如那一年 B型肝臟疫苗政策還沒有推行 所以假如晚生幾年 她是民國72年出生的 對 她說75年出生 75年出生 或者是73年 我們對B型肝臟的媽媽 就有孩子有打疫苗 也說不定來得及 但是她早生了一兩年 可是也沒有人告訴她說 你有B肝要定期追蹤 年輕人當然不會想 那麼發現了說太晚 所以這個很可惜 所以很多這種例子 比如說另外一個是這種 儀秉的血淚 比如說媽媽帶小孩子去國外 媽媽儀秉去國外 在美國生孩子 小孩出生在美國 美國不像台灣出生就會打疫苗 美國的B肝的個案 可能比較少對不對 對 美國是比較晚 直到最近幾年 在美國出生 小孩子才會打疫苗 那麼在美國出生的小孩子 從媽媽那邊 瘸子感染得到B肝 後來就變成代名者 可是在美國 沒有這個醫生 對從比較沒有經驗 等到20歲 肚子痛一檢查 才發現肝臺長出來了 所以回來台灣就醫 所以您也有碰過很年輕的 念大學的這種例子 這個大部分都是落網之旅 就是說大部分都是以移民出去 或者是說媽媽有代緣 雖然打了疫苗 但是疫苗保護沒有成功 還是變代緣者 這種的話也是要很小心 就是假如媽媽有代緣 我們小孩子雖然打了疫苗 但是還是要檢查一下 有沒有保護作用 這個裡面大概有百分之1點多 沒有保護到 因為這個密型肝臉病毒濃度太高了 是 那醫生想再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常常聽到 有些醫學名詞 假如說到了肝硬化 是不是已經就非常嚴重 肝硬化就是說 我們肝臟摸起來硬硬的 就叫肝硬化 就是說假如我們肝臟一直發炎 發炎壞死就很多原因 比如喝酒喝太多了 我們肝臟就會發炎壞死 就是結巴組織 好像我們跌倒損傷 假如傷口很深 這個好了以後就會有硬化一樣 這個疤痕 所以我們肝臟一樣 假如你肝組織只有一點點高 肝臟會用原來的肝細胞 把你補起來 這個沒有感覺 但是假如比如說你喝酒喝太多了 肝細胞發炎壞死也很厲害 正常的肝細胞來不及待再生 就用二手的叫做鹹肥組織來取代 所以久了以後就鹹肥化 再過來就加年化 所以這個不可逆了 這個假如在比如說你酗酒引起的 再趕快戒酒 這個還有一部分可以回來 或者是咪肝吸肝引起的肝細胞化 硬化的初期 及早用抗病毒藥物治療 這個硬化的初期 還可以恢復軟化的一部分 但是假如硬化很厲害